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惧何悔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红尘外 柔情内 有没有断肠的泪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感求真心一对 今生何惧何悔 红雀东南飞 红雀东南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你看见我哥了吗 怎么 众情失踪了 哎呀 开什么玩笑啊 你看到没有啊 你也看到了 我这里自然是没有的 我又不可能把它给藏起来 那我娘让我找她 我上哪儿找她去啊 哦 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跟我来吧 哦 嗯 哦 嗯 啊 哈哈 哎 哎啊 哎 庄青啊 喝酒也不叫着我啊 你们怎么来了 你让我来找你 这不先生大哥带我来了 郑青 心里憋着什么事吧 向左 天快黑了 你该回去了 不行 你让我跟你一带回去 郑青 有什么心事说出来 光喝闷酒怎么行啊 为什么 想得到的人 像天上的星星 近在咫尺 却摸不着 应该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啊 什么想得到的人呢 又是那个刘兰芝 我说这样的人 有什么值得留恋 你何必再为他伤自己的心呢 刘兰芝是谁啊 刘兰芝 就是那个马上要和高炳辰成亲的人 哥 那样的人你怎么能想啊 哥你不能再喝了 香草 紫灵兄 你们都猜错 你们都怪错人了 你们根本不了解兰芝 我告诉你们 兰芝真正爱的人是我 她一直在苦苦寻找那天 白鸟朝会弹琴的人 是她高主不假冒我 设置陷阱 满天过海 骗局 兰芝孕婚的 原来是这样 这高主不怎么那么坏啊 都过去了 仲晴 听你这么一说 以前是我错了 我没想到兰芝是这样一个女子 你不能失去她 否则你会爆汗终生的 可我实在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要怎样两全其美啊 让她既假不了高主不 也不会为了毁婚 而坏了自己的名解 姚仲晴 你读书读迂腐吧 什么两全其美 这世上哪有这种好事啊 你要是喜欢她 就应该去找她 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她 让她明白你的心意 可是我实在不想拦吃 为了我毁婚而坏掉自己的名解 仲晴啊仲晴 你好糊涂啊 你想想 是一个人的终生幸福重要 还是她所谓的名解重要 还记得兰芝在天柱山 给你说的那番话吗 她分明是在告诉你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议论的 为了你 她可以不在乎她的名解 仲晴啊 你说 她一个弱女子 尚能如此刚烈 什么都不在乎 你一个大男人 还好意思在这里借酒消愁 为所犹豫吗 紫灵兄骂得好 我教仲晴思前顾后想得太多了 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干 在这件事上 我确实需要勇敢一点 对 仲晴 你要勇敢一点 你要去见兰芝 告诉她 你要阻止这段婚事 现在就去 对 现在就去 我不能再让兰芝伤心了 这才是一个 有血性的焦中情嘛 可是 我又怎么才能见到兰芝呢 放心 我自有办法 你们听 兰芝的公喉 好像是在跟我说话 仲晴 你这还没见面呢 就在心里和她说话了 不 是真的 她好像在问我 怎么办 怎么办 仲晴 现在的不是说话的时候 留着话见面再说 现在得想办法见到兰芝 对啊 可是 我怎么才能见到她呀 看来 只有趁着天黑翻墙过去 翻墙 这么高的墙 我怎么翻得过去呀 胆子要大 瞧瞧 你喜欢的人可就在里面呐 对 胆子要大 胆子要大 怎么办呢 他在里面呢 在里面呢 我们就在里面呢 我们就在里面 我在里面呢 所以那里面呢 我们就在里面呢 我们就在里面呢 哎呀不行啊 你怎么了 就在这 来 上 哎不行 你干嘛去 觉得咱们像做贼一样 我们走开一下 好可怕 这些情贼 去吧 快点 小心 不行 怎么了 这墙摇摇晃晃啊 这 哪是墙摇晃啊 是你在抖啊 是吗 快点 上 没事 没事 快点 快点 我哥好像摔掉了 什么声音 娘 我出去看看 嗯 哎呀 你说这到哪去找啊 这天这么黑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百十来斤的猪就溜了来 你说不出来找这 这到哪去找啊 这黑灯瞎火的 你说你这 到哪找猪去啊 百十来斤的猪就让它跑了 怎么回事你 行了行了 你也别埋怨你们家姑娘了 她也着急着呢 大嫂 你不知道我们家就这一头猪啊 你说怎么办呢 这是 那你们再去找找吧 快找啊你 别大声嚷嚷啊 我成了你女儿是吧 好啊 我幸亏没你这种女儿 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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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 娘 谁呀 嗨 不知道谁家的猪溜来了 一对妇女在找呢 这么晚了 上哪儿找我去啊 是啊 来 把这碗面给兰芝端去 好嘞 她有一天没吃东西了 好 生命摔坏吧 我 我没事 兰芝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说 上次是我错了 我以为我是替你着想 可是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你是怎么想的 那 那你现在明白了 嗯 我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什么 兰芝 你不能嫁给高中坡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现在婚期已尽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也是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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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庄兵 拖 庄兵 庄兵能拖到什么时候啊 能拖多久拖多久 我要趁这个时候 去少数太守 让他为我们组织公道 好 我听你的 兰芝 兰芝我给你送面来了 我得走了 好快 兰芝 兰芝啊 兰芝 这个怎么办 兰芝 兰芝 来了来了 马上就来了 来了 兰芝 兰芝 你要说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多少 就吃点吧 我听嫂子的 真是挺香的 不够再喊我 我哥怎么还没出来啊 他们哪 这个时候正在亲亲密密呢 你好啊 兰芝 咱们两个可做了一件天下最大的大好事啊 不就是让我哥搬墙去找那个刘兰芝吗 这还不了的 我刚才跟你利息不小 听我哥说你以前从过军事吗 对 我在北方打了三年仗 打仗真的会死我呢 会的 有很多人会死去 那我还是不要见到打仗 我希望这里永远都是太平的 是啊 我也不希望再看到打仗了 太残酷了 哪有现在的生活好啊 这么说你现在过得很愉快喽 是啊 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 轻松 自由 没有烦恼 我娘一直让我紧紧跟着我哥来着 回去我该怎么说呀 那就等着呗 我先走了 你 你等等我 哪有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好 你 那么晚 真的是在喝酒 你要是不信呢 就去问先生大哥 都说了些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不是衙门里的事 就是紫月诗云 孙草啊 看样子你学会 不跟娘说实话了 你哥好端端的 一个人喝什么酒啊 那一定是心里哥的事啊 他心里哥的什么事 一定会跟赵先生说呀 真的是衙门里的事 再就是诗文上的事了 小时候娘又不让我读书 我哪听得明白呢 娘啊 哥都是大人了 你还藏那么多信干嘛呀 听你这话茬 你是知道你哥的 什么事了吧 怎么又让到我头上来了 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孙草 跟娘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你站起来 转过身来 我就是不知道嘛 兰芝到底怎么了 娘她病了 病了 我刚才问她 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是早上还好好的吗 兰芝啊 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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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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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来看你来了 兰芝啊 你哪儿不舒服 告诉娘 不舒服 我也受不清 我就是浑身都没有力气 一动 一动我心里就发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兰芝变成这样 我看我还是去请个郎中吧 那你快去吧 你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兰芝病了 病了 我去请个郎中 这早不病晚不病的 偏偏这个时候病了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生病还能跳个时辰呢 真病了 可不真病了 看样子病得还不轻呢 娘 坏事儿了 明天就要出嫁了 这可怎么好 你妹妹都病成这样了 茶水都不能入喉 怎么嫁呀 你让妹妹这样出门 这不要她的命吗 真是的 爹 明天高家就要迎亲了 可兰芝突然病了 可兰芝突然病了 这可怎么办呢 兰芝病了 这 这 你是怎么说的 兰芝病了 老爷 老爷 怎么了这是 刚才 我想扶她起来喝口水 可是她头晕 差点栽在床上 这不让她嫂子去请郎中了 哎 哎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 你看看 哎呀 老爷 这明天她还怎么出嫁呀 去 去 跟高秉辰说 这个婚事 现在不能办 哎 不管怎么说啊 也得等兰芝病好了 才能够再成婚了 哎 这 哎 爹 嗯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回这个话啊 哎 怎么不能回啊 婚期本来也不是现在 是她高家硬要提前的 你有什么不好回话的 前点啊 嗯 哎 大人 去开门 去 大人 大人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啊 张别价争四处茶盒 大人办喜事 收取的钱财数个吗 他想干什么 老子成亲 收点彩礼 太妖怪 不是好歹的家伙 那我们该怎么办 怕什么 我也没犯法 啊 这 可是有几家店铺送的银子 确实不少啊 若是让张别价查出来了 大人免不了有麻烦啊 张别价还说大人借成亲之事 巧取豪夺 取妻只是表面文章 借其点财 才是真正的目的 呸 这个杂种 他懂什么 他哪知道兰芝的好啊 他哪知道我是多么的喜欢兰芝 要是兰芝能嫁给我 给我做鸡衫我都不换啊 大人 就这么喜欢兰芝姑娘啊 要不我怎么能千方百计的想娶她 我们都以为你娶了娃娃呢 没想到你真的动了情了 你们也都是混蛋 我对兰芝是真情真义 我告诉你们吧 这一次老子是来真的了 我等瞎眼了 我等瞎眼了 好了 那几家店铺你亲自跑一趟 你去告诉他们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书下明白 另外 你查一查 兰芝是怎么知道 弹琴的人是焦仲卿的 我猜一定是焦仲卿自己说的 他和兰芝又没有来往 他要是想有来往自然会有办法呀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私下见过面 很有可能 因为焦仲卿也喜欢刘兰芝 何以见得 我记得咱们上回去刘兰芝家吃饭时 就是第一次见到刘兰芝姑娘 我看到焦仲卿那眼神 那眼神怎么了 她的眼神就跟主部大人当时一样 混蛋 不一样 主部大人的眼里透出的是爱 焦仲卿那小子 透出的是色 我还以为焦仲卿是为了清高 不愿意给我送礼 巴结我 闹了半天 是和我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 想跟我争 没那么容易 先生 这边请 好 娘 我把郎中请来了 哦 过来 你怎么不把孙郎中请来 这人能行吗 我想急着给兰芝看病 一出门便看见她了 所以就把她请回来了 夫人请放心 我若把不清小姐的脉 看不清小姐的病 我可以分文不去 马上就走 您还可以砸我的牌子 那 先生请吧 好 哎 你这郎中 是看病呢 还是看我妹妹呢 我是在看她的气色 娘 你看 兰芝的脸色 比刚才红润多了 小姐是因机忧已久 因虚甚亏 所以才会病倒的 一定要好好调养 是是 先生说的对 这段日子她准备出嫁呢 自然心里想的事就多 嗯 这样 我先开几副药 好好给她调理一下 好 那我给您准备笔宴去 快把东西搬过去啊 小心点 狗主不在里边 狗主不在里边 这个 小心点 放这边来啊 上面上面 画高点再 弄整齐了 恭喜恭喜啊 李大人 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一定来参加啊 那是一定的 大人慢走 慢走 今天好了吗 不远送了 不远送 刘兄 来来来 刘兄啊 你看看啊 这红慢都挂起来了 这喜字堂也布置好了 万事俱备 只等你妹妹明天进门了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了 兰芝 他 生病了 病了 这两天十米不济 我乱不起 怎么早不病 晚不病 在这个时候病 是啊 我也是这么说 我 你看 我 我这 高主播 要是这个时候让我说推迟婚期 我这是难以启齿 推迟 那我这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连厨子都请来了 你 你 你看看去 是是是 我心里也不管 你 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 高主播 如果把我妹妹从床上抬进轿子 你们俩又摆不成堂 这不更骚醒吗 咋行 再退迟个两三天吧 小姐 请看 寄生续断 驮重 燕摆 憋甲 油龟 梁姜 错兰 若是取每位药之手的字 读来岂不是 继续拖延 必有良策 小姐 就找丹上的药先用几副吧 好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我这儿就让她嫂嫂去抓药 又劳先生了 请先生到楼下喝水吧 好 先生这边请 先生请 好 这高家怎么说 高家说了 高家说了 倒是可以推迟个两三天再去 倒是可以推迟个两三天 这是什么狗屁话 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那两三天病就可以好了 我跟你讲 这一次一定要等兰芝彻底好利索了 才能另定日子 是啊 爹说的对 对个屁 这推迟一天我的军服生意就晚拿到手一天 你们竟说的没用的话 你的军服生意跟兰芝的婚事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我是等我妹妹婚事一半 我就抓紧去做军服生意去 我的爹 军服生意 军服生意 你就知道你的军服生意 你一点都不关系你妹妹的病 兰芝的病好点了吗 您放心吧爹 郎珠看过了精神好多了 您别说那个郎中真有两下子 那就好啊 那就好 郑菁 里边请 您慢走 郑菁 您下次再来 郑菁啊 你看你愁眉苦脸的 你不是也见到兰芝的吗 见是见了 这病虽然是庄的 可一天的功夫这人就轻瘦了许多 实在叫人心疼啊 香草啊 你先回去吧 哥和死灵兄说说话 哥 我为你都被娘罚跪了 你还不信我 钟晴啊 就让香草待在这吧 你看 从那天晚上开始 我跟香草啊 可就是这个精彩感人的爱情故事的见证人了 岂能让她走啊 子灵叔啊 我现在都心如刀绞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好了好了 好事不在忙中写 对了 你说要尚书请太守主持公道 怎么样了 太守现在上柴僧议室了 一时半会还回不来 这可怎么办呢 此事拖不得呀 是啊 这便可以装个三五天的 可不能一直装下去啊 钟晴啊 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怕你不肯 你说吧 死奔 死奔 不可不可 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 你不闻司马向如与卓文君私奔 穷来孤久的故事吗 子灵兄啊 我的家里尚有寒心儒苦的老娘 尚有尚未出嫁的妹妹 我怎么舍得把她们丢在家里呢 哎呀哥 有什么不可呢 娘有我呢 怕什么呀 钟晴啊 我可并非叫你做不孝之子 只想这番私奔 躲过丰盛 等到生米做成熟饭 那时候回来也无事了 你不闻主王孙 最后还是认了司马向如这个女婿吗 既然你这么爱着兰芝 兰芝又那么爱着你 现在只有这一线生计了 鸡不可施啊 哥 先生那个说的对 娘有我呢 你放心 着急 你看那你就知道 你怎么站在那上 我你想干什么 你怎么站在这样 都不是 你怎么站在那儿 你怎么站在那儿 我对你呢 我说你这些人 嫂子 罗夫 你来了 我听说兰芝病了 特地过来看看她 你也听说了 这两天她都没吃什么东西 走 我带你去看看她 不用了 你忙 我自己去看看她 兰芝 罗夫 你没事吧 躺下 快躺下 你躺下 我没事 你呀 谢谢你来看望我 好姐妹还说这样的话 你看看你 气色怎么这么不好 这倒也是 赶在大婚前病倒了 心里难免有些郁闷 我听了心里也不好受 不过慢慢会好的 罗夫 你当我真的病了吗 那时 我没病 可是我的心病了 一想到 马上要跟高主不结婚 我的心里就一阵阵痛 如同大病一场 兰芝 事到如今 还要想开点 毕竟是在一起过日子 不 要和一个欺骗自己的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 同睡一张床 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一起 罗夫 你想想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可是 你该不会想毁婚吧 只怕表哥会不依不饶 伯父伯母也不会同意吧 是啊 他们 不想被说三到四了 可是 你看 这病 装个三五天还行 总不能一直装下去吧 焦仲卿在想办法呢 你说焦仲卿 他想什么办法 他已经来过两次了 他 怎么能进来 没办法 只能装扮成郎珠 悄悄进来 给我开药方 但是我 他会想办法 可是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 罗夫 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 你 有什么好主意啊 有什么好主意啊 你 有什么好主意啊 我 有什么好主意啊 我于心何忍 可我对仲卿 不 我不能失去仲卿 不能就这样失去的 兰芝啊 你就吃点面吧 我在里头给你放了 红枣和鸡蛋呢 兰芝啊 还是心里难受 对吗 娘 前两天 吃了那个郎中 开的几副药 好多了 可是这两天 不知怎么 又打不起精神来了 兰芝 你好歹也吃一口啊 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你还是把那个郎中请来吧 虽说是个江湖郎中 可是他给兰芝把的 卖说的病因 句句都在里 赶快去吧 兰芝啊 来 吃一点吧 哦 兰芝怎么样了 病得越来越重了 我去给他请郎中 真气人 不信我得去高府 到底什么日子呀 高主播 我父亲说 等兰芝病好了 凶养一对再撑起 这么说 日子还没定 高主播 这马的江神可在你手里头 兰芝早晚都是你的人 找不什么急呀 那好 这生意上的事啊 我也等兰芝成了婚之后 我才能给你 高主播 兰芝是真的病了 刘兄啊 为了军府生意的事 找我的人多了 谁见钱不眼开啊 高主播 你可千万不能给别人哪 好啊 那我就等着 我等和兰芝成了婚之后 请 表哥 真是满堂喜气 盼春色啊 不过 你和兰芝的亲 未必结得成啊 你说什么 我是担心 表哥竹篮打水 一场空 罗夫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罗夫小姐 你可不能乱说呀 刘公子 令妹的事情还用问我吗 我妹妹的事情 当然我最清楚了 兰芝又不是病了 她早就成了高主播的夫人了 恐怕兰芝害的是心病吧 心病 妖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兰芝 爱的是娇仲卿 等的也是娇仲卿 娇仲卿 娇仲卿 果然是这样 笑话 天大的笑话 兰芝怎么能认识娇仲卿呢 听都没听说过 再说这段日子 大门不准她出 二门不准她迈 她和娇仲卿怎么见面呢 别说她出不去 这外人也进不来呀 你是 笑话 天大的笑话 那 有一个人 他能进出刘家的大门 谁 郎中 郎中 对 看病的郎中啊 喝给 有劳先生了 夫人客气 先生刚才说的话 句句在理 没想到先生年纪轻轻的 医术如此高谜 夫人过奖了 还请夫人速速按照药方 把药抓了 以便小声 降靠几位药的肩法 好 那你就快去吧 娘 兰芝啊 先生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病 想必一定是饿了 快去做点吃的 给先生甜甜肚子吧 夫人不用了 你看我 倒忘了 我这就去啊 祝亲 兰芝 祝亲 站住 这是什么 我给兰芝抓的药啊 谁的 兰芝的 干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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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注定了要一身相随 怎奈何却指尖伤心泪 此情难免你也成灰 人生如此刻骨时间机会 梦的是你念的是我 残琴路漫漫人憔悴 烈的是你半的是我 但时间轮回来生再回 梦的是你念的是我 弹琴路漫漫人憔悴 梦的是你半的是我 但时间轮回来生再回 空缺东南飞 好一个狼猪先生 你不想告他一状吗 九重青一旦入了大狱 兰芝就会死心塌地地给你当夫人了 不救出角重青 女儿心里很不安 你为什么要救他 表哥 刚开始我只是想拆散他和兰芝两个人 可并没有想到你会给他定罪呀 这回我让他死在牢里 那是你 不用了